前段时间出现了一个新词叫做慢就业 再早点还有一个新词叫做学历贬值 总感觉近几年毕业的大学生好像是被社会给抛弃了 出了校园就融入不了现行的社会运转体系 我不禁思考 我们现在的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 可能官方对教育的定义是促进学习 或者获得知识技能价值观信念和习惯的过程 但在我看来 教育的本质或者说是其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生存 从远古时代教孩子狩猎到现在教孩子职业技能 都是为了人能够在社会上生存下去 但是现在的孩子如果在没有父母的资助下 根本无法单独的在社会上生存下去 在过去十几年的教育是否违背了最初的目的 让人生存下去呢 我一直认为现代教育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行业 它跟修理工医生科研工作者一样 仅仅是塞板六十行中的一行 都只是社会运转所需要的一环而已 把现实想象的现实一点 教育就是通过外驱律 强迫人们掌握生产生活的技能 把社会比作一台机器 每个人就是被教育用来分层 被用到不同的零部件当中去 随着社会机械的快速运转 有的人或者说是零件 只能用十年就报废了 有的则是能用上五十年 当然在社会机械的大升级当中 会有更多的零件因为不匹配而被强制淘汰 比如过去几次大版本升级 改制下海转型 过去的教育可能也会在教育阶段 就会淘汰一些不合适的社会零件 但是像近几年这种 在我看来是近乎淘汰了 所有大学毕业生的教育 那肯定是在教育的开始 就已经出现了问题 很多人把近几年来大学的慢就业现象 规则于大环境的不好和经济的不景气 毕竟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出发 现行政策应该是在劳动力过度供给的前提下 尽量教育好人 重点在于淘汰人 但是这在问题已经发生之后 大家所采取的紧急措施而已 我一直认同教育界的一个观点 就是因才失教和有教无类 但是现在或者说是过去十年的教育 往往是反其道而行之 模具化的课本 教条化的老师扼杀人的个性 生产的都是标准化的零件 遇到社会机器的慢速运展 作为备用的标准零件 也就没了上场的机会 顺带还让一些明明能用的零件 被迫提前下岗 标准化的零件 无法再多重构一台社会机器 来消化这些零件 所以 也就不得不慢就业了吧 顺带成了一个跟这个话题 可能不太相关的故事 就是放羊娃的故事 很多年前 演出上讲过一则故事 记者问牧羊的儿童 长大以后想干什么 儿童说 放羊 卖钱 然后结婚 生孩子 记者问 你会让你的孩子做什么呢 儿童答 放羊 卖钱 然后结婚 生孩子 如果你细评这个故事 你会发现 你跟放羊娃的区别 有多少 是上学高考 打工 结婚生孩子 还是上学高考 打工 结束这个循环 有人说知识 改变命运 我觉得普罗大众的知识 只是让你做一个 合格的零件而已 只有守正 出奇的知识 才能改变命运 我们下午了2个月 请大家看 我们下午了1个月